张艺兴富含支持Evu反击退团留言,网友,宋倩什么时候回韩国? 近日,在外网推特上有粉丝发后既称在韩国见到了张艺兴,早些时候网络上也出现了张艺兴在韩国首尔机场出现的照片。 原来,近期是张艺兴所属的组合Evu小分队CBX的打歌活动期,早在之前小分队成员就有称非常想念成员Ai,于是张艺兴就秘密赶赴韩国登台为队友的新专辑做宣传。 不仅在台上与成员亲密互动,还与台下的粉丝亲切问候,并说Ai和CBX都是Evu的一部分,希望粉丝能支持每一个人,可以说是团魂满满。 其实,这也不是回国发展已久的张艺兴第一次和分开活动的队友进行亲密互动。 早在去年年尾,Evu小分队三人作为韩国艺人代表,跟随韩国总统文在寅到北京进行中韩经贸合作交流的破冰之旅时, 张艺兴就尽了地主之意请许久没到中国活动的成员们吃饭,还上传了亲密合照哈哈哈哈,好久不见,看得出成员们多日未见但也不显生疏,足以见关系之亲近。 而这次张艺兴远赴韩国为Evu小分队姻缘,再次用行动击退退团留言,怪不得后继中称有不少粉丝都哭了, 看来大家对于Evu中韩成员的合体活动也是期待了太久。 就在张艺兴回韩国支持队友的同时,有网友甚至是粉丝提问,跟张艺兴为同一个韩国公司前后辈的F、X、组合队长宋倩还有机会回韩国进行团体活动吗? 众所周知,宋倩在2009年通过韩国女子组合F、X、的队长身份在娱乐圈出道, 与目标市场同时锁定在中国与韩国的大型中韩团体Evu不同,F、X、的主要在是韩国流行乐团发展。 但随着宋倩在2012年开始回国发展, 人启成员郑秀经的丰富个人活动以及组合成员崔雪莉的退队F、X、的组合面临了名存实亡的危机, 上一次组合活动已经要追溯到2015年,而当时九位活动的四个成员更是在音乐节目拿了一位时哭成一团,足见姐妹情深。 而最近宋倩在热血街舞团的亮眼舞蹈表现表现, 也让不少粉丝怀念其在舞台上的时光,不少路人也留言宋倩只要不演戏, 回归舞台唱歌跳舞的时候真的是最美的。 众所周知,个人活动都是偶像组合成员的归属,尤其是EVU与F、X,这种出道五年以上已经享有成就的组合。 不只是宋倩与张艺兴纷纷回国需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他们所在组合的其他韩国成员也已经在不同的领域开始独立活动, 加上中韩关系才开始回暖,真正的重新合体活动可能还需要粉丝的更多等待。 虽然有的组合看似名存尸王,但合体活动始终是各个团粉的终极愿望, 不知道在2018年你希望看到哪个组合能重新合体活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